这是真实又感人的影片,是述说主角克雷格·弗斯特观察一只章鱼的一生,而让他有所领悟从云本颓废的生命获得重生。 他身心处于极度低潮时,选择丢下手上的一切,回到自己的故乡,南非的开普敦,这里被誉为世上最险峻的海洋森林。 他每天深浅海底,尝试去寻找生命的另一片海洋,因此因缘,他邂逅了其生命老师,一条善于伪装兼具高度智慧的章鱼。 一开始时,章鱼对弗斯特感到害怕,一看到他就逃跑或躲起来,还把他架在他门前的相机拉倒,然而随着弗斯特天天不断地来探望他,渐渐地章鱼小姐不怎么害怕了。 一直到第26天,他探出头来仔细打量弗斯特,还主动伸出触手和弗斯特握手以示友好,就这样,彼此成了好朋友。 章鱼小姐也毫无戒备地,让弗斯特近距离观察他的生活。 于是,一场震撼动人有关人与章鱼的情谊,就因此展开。 弗斯特开始每天介入章鱼在海底的生命过程,他会学习海藻的走路模样,伪装成海藻,以避开危险,开心时会与鱼群嬉戏玩耍,看他捕捉猎物。 比如在一瞬间就抓到三条小鱼,有一天他要捕捉螃蟹,可是螃蟹躲在一颗有毒的植物下面。 他便在植物后面等待,直到螃蟹觉得应该安全了,慢悠悠地爬出来。 章鱼这时便迅速拿下这肥美的午餐。 虽然抓螃蟹十拿九稳,但是抓龙虾就没有那么容易了。 尝试了几次都失败后,于是他想到一个办法,让小龙虾夹在弗斯特和他之间,然后迅速把自己的触手全部展开,形成一张大网猛地盖上去,牢牢地盖住了龙虾。 然而,在海底世界的食物链中,章鱼也会成为其他动物的不实对象,碎刨杀就是章鱼的天敌。 有一天,碎刨杀在寻找食物发现了章鱼,章鱼吓得快速躲在石头底下,但碎刨杀却没有放过他,疯狂地往石头底下转和撕咬,而且还进行可怕的死亡翻滚。 看到这奇景,弗斯特很想出手把碎刨杀赶走,但理智告诉他不要人为干预自然法则。 就这么一会儿,只见章鱼依然选择断腕保命,让碎刨杀咬断一只触手而离去。 等到周围安全了之后,章鱼才慢慢从缝隙里爬出来,断腕处还清晰可见,他艰难地移动着,一步步地爬回自己的家。 第二天,由于痛楚和撕血的关系,章鱼身体显得非常虚弱,虚弱到连眼睛都睁不开,本来鲜艳身体颜色,变得苍白地可怕。 弗斯特担心他无法捕食,便撬开贝壳喂他吃,可是他毫无反应,但是每天都来看他。 大约一周之后,弗斯特惊讶地发现,章鱼的断腕处竟长出了一只迷你小触手。 身体的颜色也逐渐恢复,显示章鱼的生命力确实惊人,因此触动了弗斯特,让他恢复现行克服生活中的困难。 章鱼就像他的人生导师,教会他生命的意义,让他变得热爱生活,善待他人,主动和家人,儿子沟通感情。 大概一百天后,章鱼的触手已经重新掌权,身体也完全恢复活力。 然而,大自然就是这样,机遇和危机同样存在。 就在章鱼在海中畅游时,再次遇到睡袍杀。 不过这次章鱼显得更有惊艳,他迅速躲在海带背面,然后把海带紧紧地把自己包裹起来。 而睡袍杀却很快找到了章鱼,然后疯狂摇扯海带。 章鱼一看此地无法久留,便迅速冲到了水上,但只能躲避一时,最终还是要回到水里才能呼吸的。 于是又回到海里,可是睡袍杀已经在那里等着了,因此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追逐战。 最后章鱼唯有使出绝招,吸紧背壳和石头,造出一道铜墙铁壁。 睡袍杀一看,顾忌从尸,又使出死亡翻滚。 就在谦虚一化的时候,聪明的章鱼像变魔术一样,竟然起到了睡袍杀的背上。 睡袍杀急得试图将它甩开。 当睡袍杀靠近一层海藻时,章鱼从它背上悄悄一跃而下,卸下身上的盔甲,逃逸无踪。 过了很久,睡袍杀才意识到猎物已经跑了。 说真的,章鱼能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,还能集中生智做出这么聪明的办法,确实令人惊叹不已。 就这样,日子过了大约一年八个月。 有一天,福斯特发现海里有一大群鱼群在游动,而章鱼面对这么多的食物,只是伸出助手跟它们细细玩耍,并没有进行捕捉。 看到福斯特的到来,章鱼就直接奔过去了,仿佛它们像失散许久的朋友一样。 然而,福斯特不知道,其实这是他和章鱼最后一次亲密接触了。 不久后,福斯特发现章鱼馋软了,它不再进食,日渐虚弱,以为章鱼将身体的一大部分能量都献给了那些软,然后就会躲在黑暗中,再也不会出来。 直到所有的软都孵化了,才被海水冲出洞口。 当福斯特再次潜入海底后,发现章鱼已经奄奄一息了,一些鱼类在啃食它的身体,然后被睡袍杀发现后,直接把它叼走了,彻底消失了在这片海洋里。 虽然福斯特感到伤心不已,但也知道这是章鱼生命的轮回模式。 直到有一天,福斯特发现了一些小章鱼,意识到它的生命其实仍在继续,只不过换成了另外一种形式而已。 好了,影片就到这里为止,如果对我们的影片内容感兴趣,可以分享出去并按下订阅按钮和小铃铛,那样影片更新时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谢谢啦。